主席 这所学校您也想看一看 这来只责案车 咱们再多走去往这个学校 什么事让您给盯住了 就别想绕着这个弯过去 借读生 我想找借读生了解点情况 你们谁是借读生啊 我是我是 这么多 姚同学 你也是借读生吗 那你刚才为什么把手举一下就放下 爸爸求了很多人 好不容易才给我找到了这个学校 我不能说学校的坏话 要是学校不要我了 爸爸可以气死我了 我想问一下啊 你们把钱交到学校 那么多的借读费 爸爸妈妈愿意吗 我愿意 那交了交了钱之后家里有困难吗 我的借读费都是爸爸妈妈问亲戚借的 我们家根本交不起借读费 爸爸妈妈为了给我交借读费 天天在厂子里面加班 爸爸妈妈白天在厂子里上班 下了班就去路边卖水果 就是为了给我交借读费 我爸爸都把房子卖了 就是为了给我交借读费 房子都卖了 房子都卖了 这小同学 不苦啊 不苦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跟大夫说 好 告诉大夫 我妈妈在楼梦市场卖菜 她拿出看病的钱 都交了学校 自己没钱看病了 你妈妈病了啊 主席 给 不用 你们一家来海江几年了 快五年了 你和孩子她爸爸是做什么工作的 什么都干过 我给人当过保姆 在医院干过护工 还卖过菜 她爸在车站给人当搬运工 收入还够用吗 头两年还挺好的 哥儿催里的爷爷奶奶 把房子给翻新了 这两年 不太好 这两年怎么不好 我这身体 老闹病 身体出问题了 就是老犯晕 这晕起来呀 天旋地转的 什么都干不了 只能躺着 大夫说最近啊 是不是叫那个美尼尔综合症 对对对 就是这个名字 我老记不住 有病赶快到医院去治啊 他爸一个月才挣一千多 给爷爷奶奶寄掉 我们租房子吃饭穿衣服用掉 那还有钱 我这犯起病了 死的心都有 这出来打工就是为了挣点钱 可现在 孩子他爸说 这学校要的禁毒费太高了 让他便上了 出去打工挣点钱 给我治病 我还不如早点死了呢 让孩子去上学 妈 可不能啊 可不能啊 您认识委的大领导 您能不能给我们求求去 让学校上手点解毒费 我们再哭再穷 也不能拖累孩子 我们怎么哭这么穷 都是因为没文化 将来可不能让他和我们一样啊 我们是所民办的学校 招收的全是外地来海江打工的子女 可教育局硬说 我们硬件设施不够 勒令停课 这不今天上午来了一大帮人 把学生都撵到了操场 教室都给封了 我们这些学生都没有海江户口 购买学校根本就不收 要想解毒就要交一大笔解毒费 可是这些家长都是打工的 上哪儿弄这么一大笔钱呀 让这些学生上哪儿上学呀 那您怎么都去市政府反应一下啊 去过了办公室呢 让我找教育局 教育局呢又要找主管文教卫生的副市长 可回过头来办公室又说副市长在开会 还是让我们找教育局 这皮球就这么踢来踢去的 我们实在没办法只能到这儿来试试 于委员 我们知道政协不是政府 可是你们说话比我们老百姓说话管用啊 现在这二百多名学生还在操场上晒着呢 真急死人了 这样 林老师你们先别着急 我呢给徐主席打个电话 先来转一下情况 看他能不能帮您解决问题 跟教育局联系了吗 联系了 教育局的人说 省中对民办学校有具体规定 他们是按照上级的文件精准查封的 喂 你好 江市长 我刚到学校门口 徐主席 查封是手段 不是办法 我已经请马副市长和教育部门协调 要求他们马上到现场去解决问题 同时拿出一个具体办法 彻底解决外来子女上学问题 好 徐主席 徐主席 你好 你好 我是这儿的校长 我姓韩 你这学校有办学手续吗 有 好几年以前我们就办了 那你这儿有危房 房子虽然简陋点 危房绝对没有 老师 老师 小方遇到啦 小方 小方 小姐 叫救护装 行不行 孩子 行不行 孩子们 孩子们 往后一点 让她偷偷偷 孩子们 往后一点 孩子们 往后一点 你们再尝试了 到时候你们先去教育 去В队 立即成功 个人 计划 我们 他是在黑 payments 去 为了 看啊 有了 yl敬鱼 和女神渊立岳 你负得起走人吗 快 让学生们进教室 好 同学们 来来来 给大家各自拿好各自的书包 赶快回教室 快 快点 快点 学校为什么被查罚了 教育局的人说 这是教学设施不全 人均活动场地 以及师资力量等软硬件 都不达标 所以 那学校被查封了 孩子们呢 来查封个人说 他们也是照章办事 至于学生的问题 找局领导解决 你问过教育局了吗 问了 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 那短时间之内 你们到底能不能达标 不可能 学生的家长都是打工的 没有这个经济实力 我和几个老师 都是集资请来的 这个学校是凑钱租的 你让他们在短时间之内 凑上几百万 甚至上千万 把这儿变成工办学校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正在搞一个调研啊 就是要解决外来人口 自女商学难的问题 韩校长 我听你的口音 不是我们海江人的 不是的 我也是来海江打工的 读过点高中 算是有点文化了 我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 是吗 学生家长的整体文化水平都很低 大多都是在工地上干活的 还有卖菜的 看小吃店的 我和几个老师呢 也算是挫子里打将军 雾人子弟 可即便这样 那你终于抢过 让孩子们当文盲啊 韩老师 你做的是一件 功德无量的好事 徐主席 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你放心 这件事一定会妥善解决 一个孩子都不会失去 要相信政府 我代表孩子和孩子家长 谢谢你 谢谢你 告诉任君 周琪 这个是于帆扔出的一枚 重磅炸弹 您看看 SYbecause 我准备到政府去附近请罪 你又没有错 请什么罪啊 政府的权威 岂是可以随便冒犯的 教育局不会善罢来休 一定会高 的确 民办学校的水平参差不齐啊 确实需要加强管理 看来我这个政协主席 确实太冲动了 主席 为了孩子 该做的事就得做 不就是一顶无上帽